今天是来到这个世界的第74天 上回结束的时候 总算让我收集起了三颗凋零头果 看到五品栏里面的四块灵魂纱没有 哦 咱们今天就来打凋零 不过打凋零之前的准备工作肯定是要做好的 所以我要去牛圈里面准备两桶牛奶 这样的话 凋零的持续伤害 烤牛奶就能化解了 牛奶也准备头大以后呢 接下来就是物色一个合适的地方 考虑到凋零魂飞行的特征 在外界直接召唤凋零的话 我估计整个村子都会被他给拆了 嗯 这个地方我就觉得很不错 离我家也不远 呃 等我先撸两颗木头做个活吧 然后 呃 呃 然后还是画个地方吧 嗯 这个地方就不错 四面环水又靠近村庄 就从这儿开始往浇里下挖吧 什么时候挖到鸡眼 什么时候开始召唤凋零 诶 可以可以 这么快就挖到鸡眼了 诶 怎么回事啊 这都能挖到岩浇吗 呃 我换个方向挖吧 接下来就是召唤凋零的时候了 渺小的凋零 准备接受陀龙勇士的制裁吧 哦 它来了 它来了 这个地方应该扎不到我吧 哦 是吧 这也能直接扎掉我半管血 冲啊 我很劲啊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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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一步不算啊 呃 呃 呃 这步也不算 呃 不算不算都不算 既然来硬的不行 那我就要暗度陈仓了 先让我看看这只凋零飞到哪去了 哦 原来还在下面 小伴们我跟你们说 这种凋零要跟我一样打 呃 先把凋零给吸引上来到我这个地方 你看 攻击它一下就会飞过来 然后我们赶紧转移到安全地点 这时候猥琐的用弓箭去攻击它 这时候啊 它就会攻击我们 开始拆石头 怎么办呢 咱们一边往石头里面挖 一边攻击凋零就行了 就像我这 哇 好足够深的残身点 就可以去打它了 当凋零马上可以攻击到你的时候 我们继续回去挖隧道 只要当心不要掉下去就行了 然后无限循环就行了 不用担心凋零会回复血量 因为根本就回目不了多少 这时候啊 凋零已经进入了远程攻击保护状 用弓箭无法对它造成伤害 哎呀 假设速度还挺快啊 我继续往里面挖身一些 砍 我继续砍 这凋零什么时候加强了吗 血量越聚越狂放式怎么一回事啊 不过这次你才能击杀掉零了 最后一箭 哦 终于拿到下剑之心了 看我背后这些石块 这就是战争留下来的痕迹啊 嘿嘿 痕迹都归我了 呃 怎么回家 又成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无关系投铁一直往上挖就行了 大不了直接死回去嘛 快捡回程 嘿嘿 没想到一路畅童无子就上了 果然我才是天命之子 出来以后呼吸都感觉顺畅了 看我手里的下剑之心 不灵不灵的 嘿嘿 真好看